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终于混到了一个单条 他群又不能脱呀 所以说九杀一 傲财一 咋的啦 你敢九杀一 我就敢傲财一 不服不服接着来的呀 九杀 九杀二 那么傲财二 来呀 这是ADD局的前掐断啊 所以说我们是知道剧情的 那么柔此以来的话 诶本儿 你不深测说 你不信这个邪 九杀四位 凡四位 那么傲财四位啊 咋的啦 怕你呀 怕你我就不叫做个客 但是这个地方跟他拖不起了 所以说直接给他砸了 砸觉醒 得了 那么终于你没闪了吗 是没闪 没闪我还有九杆呢 本儿 要不再来一个本儿 再来一个本儿呢 那么柔此以来的话 孙政说 哎呀 我没办法了 那你没办法你就拜拜 一去反杀 一去反杀 咱直接反上 所以说柔此以来啊 这一笔实在是不容易啊 反贼的烂贪子 对不对 但是不管怎么样 咱们就搏一个神奇的傲财 也是可以的 那么第一局的话 会发生什么就不知道咯 是不是啊 第一局的话 号称这个我们是大主公啊 行嘛 大主公的话 你选谁呢 我去 因为这家伙有神女蒙 神师嘛 这都是永久神匠啊 恶的一个乖乖 羡慕我也 好了 不管这些了啊 神师嘛 当主公的话 神师嘛其实本来就猥琐 然后代改的时候又非常代改 那你如果要当主公的话就更猥琐了 哎我去 上来小斩一人 对不对 那么柔此以来的话 少 呵呵 我的人呐 除了我的牌啊 基本上还有我的人 你可知道这个事情 对不对 因为那韩兵 调的两张牌 从广义上讲 将来某一天可能会咱们为人的 要么就是我的牌啊 所以说呀 这个是太可惜了 这个太可惜了 那么郭佳的话 是吧 你主公这么猥琐 郭佳说我也猥琐 那我手贵了 好吧 那你去猥琐吧 你个鬼歪 好了 那就这样了 既然被翻面 我们就吓得不敢带了 害怕直接被推掉了 因为郭佳他们不想打的话 还是有可能来全力推你的啊 所以我们出了一档杀 小小小猥琐 郭佳一轮 也是可以理解的 那么柔此以来的话 又跳一反折 诶 夏侯琐能不能给我们补一次牌 没 补不到 补不到 那就没折袖了 扔我三声 上来绑一个铁锁 那也算是一个所谓的反折 那这个时候你是卖了 还是卖了 还是不卖了 他选择了 再一次赶卖了 可能是看到自己的牌不够了 还是咋回事 行吧 那我们就期待 给我们搞点牌 然后呢 又不要把我们打死了 就说又想有人 又想觉醒 又不想死掉 就是这么个意思 那么这个时候越近的话 应该还要打夏侯琐 基本上啊 就说你很猥琐 他也很猥琐 基本上都想去打夏侯琐了 行吧 那你们去打吧 我们被翻面了一轮 只能说先休息一下 哎呀妈呀 这一次啊 他是得强翻我们 行吧 那你就强翻吧 那夏侯琐的话是可以直接被推掉的 就由这反折正常的来推掉他 都是可以的 但是啊 我们如果说再搞一个人的话 最好啊 就不要说等我们下一次弃牌的去斩人 如果在我们的回合外 或者说机缘巧合之下 如果能斩一个人的话 我们如果牌的数量有保证就不怕了 像这个问题 就是绝对要卖 保四个人 这样一来的话 等将来哪一天啊 你不能说你好不容易没被翻面了 你呀又被乐了 你能行吗 你如果觉醒的话 注意事先觉醒 后反的 对不对 觉醒是准备阶段的觉醒 对不对 那个拜应 准备阶段 觉醒 你判定 你还在判定阶段 那肯定是先准备阶段 先觉醒 所以这个时候啊 反人难道你们就没有危机感吗 为什么我说反正没有危机感 这个时候还在按部就班的打吓吼 司马会怎么样 一旦哪一天出来 你反正有残忍的话 那个连破是非常给力的 所以说这个时候应该全力压主攻 要么压牌 要么压状态 要么反正就是要使劲 要么就给他推死 你别排别太多 要么就是你反正有能力恢复隐形 那如果都没有的话 那抱歉 大连破 只要有一个反正有突破口 他就可能有一个连破 你看 现在潮批就一个禅写 我们有玩杀 有酒有杀 有青龙刀 对不对 你那挡不住我的 先 先觉醒 是不是 天知道轮回于 天要往你 谁赢人就 对不对 谁赢人就 他就要死了 那么看一下还有没有继续传的 来吧 再一鼓作气一根 哎呀嘛 你说这警团多的 这找谁说你去 谁跟你去说你 你看那火上来了 火上来了 那就孙权献死了 没有必要说非要跃进献死 对不对 一刀暴局 一刀暴局的话又丢牌 基本上跃进就是一个等死 是不是 跃进等死以后 我们相当于是又有一点连破 那么连破 金连破 还是非常的那啥的啊 这个地方忍还够用 还在极致 那看来的话 看来的话好像还弄得起来啊 那这样以来的话 你这都是良心 不要出火杀去打乱了啊 没有必要 没有必要冒这个风险 你直接出火杀 把他的人头剪下来 然后剪忍了以后 用连破 去破掉 直接一个玩杀 破掉他 然后再来制衡找状态 或者说 你如果断定了 谁一定是内奸的话 你直接打死太后 都是可以的啊 所以我就说这个反贼太按部就班了 完全没有一点危机感 你们难道就没有发现神师法已经不可控了吗 又有牌 又有残血的反贼 对不对 你下侯活着就活着了 你为什么非要打死他 是不是 就是说之前的时候 想着只能打下侯 这两个不敢碰 后来还不碰主公 那就只能被主公收割 那就是碾压式的 不是叫逆袭式的啊 注意 我们是碾压反贼啊 绝对是属于碾压 而不是属于逆袭 所以说这也是一个武将强度所决定的啊 就是说他们荡起来了以后 有一种荡不可挡的那个烧劲 一直在冲 对不对 那么这一局的话 我们是一个所谓的大忠臣 主公选择了刘备 我们选择了神都督啊 神都督的话 如果配合刘备的包养 开个大厌炎 也不行啦 如果开大厌炎 关键是自己也不惨 起码那配合解锁或者什么什么 反正不管怎么样 有包养 对不对 至少是小包养 你刘备多少能给点 那么 如此以来的话 魏妍说我一个大反贼 你不给我 那我不搞死你 对不对 希望香香也是那个反贼来的嘲笑啊 或者说 如果说香香能被魏妍暴死的话 因为这个万贱的效益 照理讲是比蓝蛮要高一点的 第一轮嘛 第一轮可能杀多一点 闪少一点 是吧 但是你说 哎呦我去 那就是忠诚了 那天都不是 我的个乖乖 那你说魏妍这个鬼玩又开大 又把状态围起来了 又打死一种 打餐一族 好像很疯狂啊 那我们怎么办呢 这总不能开大夜言吧 那要不来个小夜言 再配合一个情音 聆听吧 献给你们三个女人的证婚曲 三个人秋团 不相信捡不到人头 是不是啊 先打乱再说 要不然你按部就班 这大桥去动 表婶去动 徐氏去动 动的鬼味 那得了 那不搞 对不对 所以说柔此以来 局势一下子打得可以打了 进入了祖宗内反 当然要注意内奸 以及剩下的反贼的状态 也是相当可观的 所以说这还是一场恶战啊 其实还是一场恶战 你不要以为上来死了三个反贼 你就多有风光 其实还是得慢慢的拼搏 要不然的话 你这应该是拉不下来的 但是说明了有些时候神将啊 他确实是有一个某一点上 突然有一种某一种能力 对吧 就你看着武器就有了 你如果说你是一个一般的武将 那你这三个人去动 你根本就没有办法 是不是啊 所以说第一波不错 那么后续把局势看漫漫的 能不能给他搬回来 不要让反贼太嚣张 也不要让内奸太嚣张 也不要让说主公就风雨飘摇 一推就倒 都不要 我们要赢 说白了 一个字 赢 什么内奸的话 这个状态还是相当可观的 反贼这个状态也还是可以的 但是你说内奸这个时候翻着面 我们现在被刘备包养又有一点牌 要不咱们内奸就是内奸 还保主公 是不是啊 要不咱们趁着现在把这个魏严给他打下去 看怎么样 朝人一时半会儿肯定是激活不下去的 所以这个地方强推了 你发现的 蓝牌都用出来了 你不会说秦英也去那啥吧 一样嘛 拼命式的打法 拼命式的打法 那牛背先手动一下看能不能把这个魏严的印头给他 不能说剪下来 球团是肯定有的 那边不救的话 这个时候啊 看着很残 看着那边有一堆牌 威缩是你 对不对 你不要以为我们只会啪啪啪啊 比如说那三个女人 是吧 逐渐的倒下 我们还会温柔的这种旋律 你看内奸抱的有酒杀 抱的有井啊 想的是我们搞死反贼 反正也不拿牌 或者怎样 或者说拿不拿牌 无所谓 爆死我们 那结果呢 被我们猥琐了千斤 那你说内奸也很难打呀 这么多装备 装备又能当无邪 那不管怎么样 先回状态 这肯定没有任何争议 从理论上 不说他这个状态多好 太好了 从理论上 我们一轮摸似的 对吧 我们两个人一轮摸似的 你朝人你是聚熟 那相当于是两轮摸似的 虽然这能当无邪 时间久了你摸不赢我们了 他就看谁摸得过谁了 来摸吧 我开四倍数让你俩去摸他 几个年 那么 注意啊 如果状态恢复过来 那个时候牌可能就多一点 牌可能就多一点的话 你如果说 比如说这些装备啊 咱们来紧张 紧张比较慢 反正就慢慢的表 你看 绝对就可以压斜嘛 反正各种各样的牌 不行的话 到时候 停音去输出也是有可能的 反正啥都有可能的 你只要缓过来 你不要担心他状态太好 两个人打不得一他一个 这个你不用担心 但这个好像有点激进了吧 这个乐是没用的啊 它是有那个尖闭尖的 一大堆无限 但是呢 你说好不容易打一轮 你看 我就说有点激进了 起码他至少还没有彻底的蒙掉 至少还有搬得回来 哎呀妈呀 你说这一个寒冰命中了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情 那你注意啊 他有一个解围的 简笔 青年 他这个地方啊 其实是可以丢自己的腹子吧 寒冰就解围给他了 但是为什么没这样做 他要保斧子来打我们的状 对 肯定要这样做的 所以说他舍不得斧子 说白了 那这样一来的话 只要缓过来了 越打越对峻呗 你不是猥琐的只会到他蹲着吗 你越猥琐我们越对峻 你退一步 你想海阔天国 你退一步 只会赢来我们蹲鼻子上脸 知道吧 朝人间想学神师嘛 我忍 我胆都没 我让你们破不了房 那你看 那我们是不是搞到一点以后 我就一直搞事情 最后把你磨死了 反正就是神中鱼上一局的贡献啊 还是非常到位的 这是毋庸置疑的 你就包括第一轮 你没有神中鱼 你根本就圆不了 你别说内奸怎么帮了 说不定反对都要赢了 是不是 那这一局的话 咱们是ADD局 号称别人家的武将 那么既然是李儒的话 那就是别人家的大李儒 一般喜欢带个大字 大李儒的话 那你说袁绍这龟尾他会射成啥样啊 看一下有多少补牌的 曹丕 曹丕如果去给他补牌的话 应该还能补几件 这是一张 等会有两张 如果曹丕有一个团的话 人就是五张牌 不五张 他应该 所以说调主这一个雷迹啊 就是减少你曹丕的雷迹值 你现在调主公的血 意义不是很大嘛 但是你调曹丕两血 曹丕他可能将来就因为九曹路族可能卖的就少 翻的就少 所以说这个调主是一个大反费 曹丕的话至少是一妹 中妹之类的 但是不管怎么样 曹丕现在已经卖不了了 啥意思呢 主公已经确定打不下来了 基本上 所以说按你说你主事点不发威了 怎么可能呢 对不对 想都想得到的事 闭着眼睛就想得到 套路 老套路了 对不对 这个应该是内奸吧 命错啥 本一个 再本一个 来吧 开大 走一波 曹丕你只需要丢一张 左吃背烧 左吃背烧以后 啪啪啪 后边的全部 是吧 凉写凉写的来 凉写的凉写的来了以后 实数还要接着结算那个呢 接着结算分成 你说你徐树丢一 其实曹操已经死了 那徐树其实丢几那啥了 行吧 但是不管怎么样的话 我们至少是干死了三个反责 了不起 我本来说就就已经差不多要收摊 测试徐树得了 结果你说你这个小烧死 你这个小烧死 这样吧 那就把灯牌打死行吗 我建议你还是直接打死他 如果说你百分之百确定他是内奸的话 那你绝对就不要用了 丢牌 测死他 但这个是吧 咱们还是尽量的打死他 不管原来潮梯是内奸呢 对不对 你把牌又丢了 多干的啊 所以不管怎么样 咱们也相当于是一轮干下来了 其实 是不是一轮干下所有的敌人是反一类嘛 所以说 其实到这里 本期的视频也就结束了 那么有请提醒一下大家 关注昆姐赞棋直播 搜索主播昵称湖北张昆2018 或者直接访问赞棋.tv-sp张昆 就是下方的红色字幕啊 好的 谢谢大家